这么快 老了 他的孙女 燕妃 小朋友你几岁了 知道吧 叫哥 叫叔 叫爷 你们没有早点遇见我 重新介绍一下 我叫燕妃 是一名律法教训师 任何律法有关的问题 只要找我就行 哦律师啊 那刚才的话 你当我没说好吧 这是我的名牌 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和办公地址 你们说好 这是小朋友吗 人家都工作了呀 如果有急事的话 直接去这个地址留下信件就好 还有新客户出次咨询 还有优惠 和我们之前遇见的那些先人们 感觉完全不一样 仙人 手上印的是三个山是吧 反正我老爸说他自己是仙人 他老爸 他说他自己曾经和阎王帝 征战了很久 征战结束之后 他就回去和我老妈结婚了 这燕妃的家庭不一般啊 他们结婚之后就有了我 我长大了之后 老爸就带着老妈去外面玩去了 现在我吃住都在老妈这里 仙二代呀这是 仙三代了朋友们 哇妥妥的这个高官子弟呀 感觉也太随便了 仙人们不都应该遵守什么契约 比如守护离岳港什么的吗 怎么突然就回去结婚了啦 而且他爸为什么逃过了宿命呢 打完这场仗 我就回去和你结婚 他还真回去跟他结婚了呀 都应该说完这句话 这场战争他就肯定要记在这儿吧 怎么还真回去结婚了 哎呀我老爸说了 他可是和帝君好好说过了 帝君也同意他还乡 和我老妈结婚这件事 他们结婚的时候 帝君还随了礼类 找到了 这位叫做克罗索的 支东波商人 我这就去找他 不过你在旁边看着就好了 可不要轻易插手啊 要是惹伤了什么 律法上的风险就不好了 但是燕飞这一声 看着我觉得更像一个航海的船员 正常